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清清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书评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解读美国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 西林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去喝完了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 AM1150或者 HD FM 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秽籍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德链斯基层 乌克兰将推迟反攻计划 乌克兰总理表示 来自西方的军事装备正在分批抵达 乌克兰军队已为行动做好准备 但他们仍在等待一些军事装备 特别是装甲车 目前尚不清楚这番言论是否是在一场充满阳攻和意外的信息战中 试图误导对手 数周以来 乌克兰官员一直表示 他们正处于反攻计划的最后阶段 但没有透露将于何时何地开始 此外 英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 使该国能够打击克里米亚的军事目标 美国则指责南非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 聚焦土耳其大选 土耳其也将其周日进行总统选举 但四名主要竞争者之一于周四突然间宣布退出 这增加了主要反对党候选人 基利达·罗格鲁获得简单多数选票的可能性 对阿尔多安赢得连任的机会构成打击 阿尔多安反对者将此次选举视为土耳其民主成败的关键 选举还可能改变土耳其的外交事务 在阿尔多安的领导下 土耳其举行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这让其北约国感到不安 泰国大选前瞻 一场关乎军事统治和军主制未来的赌局 选民们将于周日前往投票站投票 这场选举可能会让泰国长达八年的军事统治走向结束 选举将在亲民主的反对党候选人 佩通坦·西纳瓦与2014年在军事政变中夺权的总理八月之间展开较量 佩通坦是泰国前总理他姓的小女儿 在大多数民调中临跑 这次投票也可能为讨论军主制的未来打开空间 当前各党派正在争论是否应该修改 或扩大一项将批评军主制制定为犯罪的法律 军方一直被视为军主制的守护者 时报东南亚分社社长黄瑞黎表示 军方不太可能轻易放弃权力 现在很难预测这个国家是否一定能走出政变 和短命文官制服的循环 巴基斯坦最高法院下令释放前总理伊姆兰·汉 法院裁决此前的逮捕行为非法 可能会使紧张的局势升级 为最高法院的巴基斯坦军方之间的直接冲突埋下伏笔 军方被广泛认为是本周在伊斯兰保举行的法庭听证会上 逮捕汉的幕后推动者 法院表示 安全部队在法庭上实施逮捕前必须获得许可 汉的逮捕会导致巴基斯坦全国多地爆发抗议活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都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9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四和周五 在奥地利维也纳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外事办办公室主任王毅举行了会晤 两人就双边关系以及乌克兰战争等 双方共同关系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白宫在会晤结束后发表声明中说 双方就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台海等问题进行了坦率 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讨论 声明指出沙利文与王毅的会晤是美中维持沟通渠道畅通 并负责任的管控竞争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声明说双方同意维持这一重要的战略公通渠道 以推进这些目标 声明还表示 这次美中高级官员会晤是建立在拜登总统去年11月在印尼巴里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分会的基础之上 沙利文与王毅的会晤也是美中围绕中国一支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 导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以来 两国最高级别官员的一次面对人会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为气球事件推迟原定对中国的一次访问之后 一直在寻求重新确定访华的日期 布林肯上个星期表示 他希望今年内能够访问中国 此外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希望能在近期访华 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将于下周访问华盛顿 与美国商务部长雷门多进行会谈 中国官媒新华社等媒体 在沙利文与王毅的会晤结束后报道说 两位高层官员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 指跌企吻进行了坦诚、深入、实际性、建设性的讨论 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严正立场 新华社的报道说 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 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共通渠道 新华社说 美国之音驻美国国务院记者张荣湘 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 美中双方是上个星期就沙利文和王毅 在维也纳举行会务仪式达成一致的 并立即着手进行安排的 中国在三年疫情之后急于对外开放 但当局近年来频频突击搜查 在华的国际咨询公共公司 并许多外商企业对于建军中国市场望而却步 反而不到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 分析人士表示 中国近年来一一连串在外交和商业上的矛盾行为 和过度反应 其实是源自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对于国家安全的无限上岗上限 而且对其政权安全的概念 应用在中国对外的大战略上 目的是要对国人宣传习近平 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 领导他们走出美中竞争困境的领导人 确保习近平的个人统治地位 中国国际咨询行业龙头凯胜荣因 在5月8号被中国国安部 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突击搜查 其位于在上海、北京、苏州和深圳的办事处 这是中国政府近今年3月搜查 美国美斯明治集团的北京办公室 以及4月盘查美国管理顾问公司 贝恩的上海办事处后 在依反间谍法 对于在华的国际顾问公司 做出更广泛打击的最新行动 中国、欧洲和美国商会都发表 中国最近高调打击咨询公司 是一个令人担忧的讯号 这是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增加了不确定性 这种形势发展不利于恢复企业信心和吸收外资 中国官媒、央视指责海外的机构 与中国国内咨询公司勾结 窃取中国重要的领域和国家机密和情报 以规避中国法律 并称国际咨询机构最终沦为 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秘密和情报的帮凶 凯胜荣英在微信官方网站表示 将坚决贯彻国家安全发展观 并在规范咨询行业方面 发挥持续引领作用 华尔街日报5月8日表示 中国在对咨询公司的搜查中 发现了间谍的恐惧信号 并指此类的指控破坏了 北京吸引新外国投资的努力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 本周四被广州市中级法院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8年的消息 引发国际舆论强烈关注 美国驻中国外交大使 外交官被拒绝入庭旁听后 呼吁中国当局尽快放人 周四上午 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 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 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郭飞雄和辩护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 随后法庭宣布郭飞雄颠覆罪成立 判处有期徒刑8年 剥夺政治权利3年 郭飞雄表示不服判决 并提起上诉 据路透社报道 评审当天 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荷兰 和英国等国的外交人员 都被法院拒之门外 美国驻华大使馆当天通过其推特账号表示 今天美国外交官受到阻挠 未能旁听对郭飞雄的法庭审理 我们继续呼吁尽快释放郭飞雄先生 让他可以和家人团聚 德国驻华大使发推文说 我对人权捍卫者郭飞雄今天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深感震惊 我们的领事官员被阻止旁听公开进行的庭审 我们将同众多国家一道继续呼吁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将它释放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 在当天的一场听证会上提到 在中国大陆像郭飞雄这样的政治犯面临颠覆国家政权的虚假审判 现年56岁的郭飞雄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 曾因参加维权行动 为法轮功辩护申援 要求中共官员财产公开等被当局多次关押 他在2006年至2001年曾入狱5年 2013年被以涉嫌聚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 刑居并遭酷刑 2015年11月被判刑6年 2019年8月刑满释放 2021年1月 郭飞雄试图赴美探视重病的妻子张青 但被当局阻拦未能出境 2022年1月 郭飞雄的妻子病逝后 当局既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囚禁至今 这次也是郭飞雄第三次被判刑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 星期四称愿意与美国同行合作促进监管 确保全球投资者的权益和利益 此前一天 美国开发型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表示 在对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计中 发现不可接受的高缺陷率 路透社报道称 中国证监会在回应路透社的一个声明中称 美国会计监管机构在他们第一次审计中 发现缺陷是正常的 北京将继续与美国合作 报道表示 分析人士称 美国监管机构发现的中国公司的审计缺陷 不太可能毁掉两国去年9月达成的审计检查协议 但是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要很快扭转有关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审计做法 将具有挑战性 美国公开发行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星期三公布了在对美上市的公司审计记录的审查报告 美国在经过与中国当局长达10年的艰辛谈判后 去年9月与中方达成协议 首次被允许查阅或者检查中国公司的审计或者记录 避免了包括阿里巴巴和京东在内的约200家 中国上市的公司可能被从美国股票市场摘牌下市 据报道 中国证监会的声明还称 美国的审查报告还没有得出中国公司的审计者 或者审计评估不适当的言论 不过 飞机人士和前监管人员说 对于总部设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中国公司的审计 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来纠查 或者是报告中发现的问题 路透社援引一位审计专家 前美国开放发行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查员的分析说 一般来说 该委员会的预料到高缺陷率 这些缺陷在短期内并不会令人震惊 但是这些公司审计在下次审查前需要纠正这些缺陷 所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报道还援引了另外一位分析人士的话 尽管该委员会发现的中国公司审计的缺陷率 远高于该委员会审查的平均缺陷率 但是这些缺陷将不会导致这些中国公司 对财务报告做重新说明 造成摘牌下市 路透社今年3月曾报道 作为与中国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美国公开发行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发起 在香港的西一轮对审计的检查行动 在一些商界人士对于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可能脱钩感到忧虑之际 这将会成为美中紧张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网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下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如果您拥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惠安娜双重资格特殊需要计划 提供每年1500美元 每年1500美元补贴 可用来支付符合条件的食物杂货 租金及水电费等生活必需 还有4000美元4000美元的牙科福利保障 快支店8002165813 听账专线711 8002165813 听账专线711 恰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 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 可能利纽限制及约束 惠安娜是Coordinated Care计划的一员 持有联邦医疗保险 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辅助计划合约 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 需使续约情况而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江振业 我是丁燃 今天是2023年5月11号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上 积极拉近与欧洲伙伴的关系 在会晤英国外交大臣 詹姆斯·克莱福利之后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周三会晤西班牙外长 阿尔巴雷斯 在会后记者会上 布林肯重申了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 双方对于与中国的竞争 有着共同理解 也采取相近的手段 以应对中国挑战 布林肯说 拜登总统外交政策的大方向 是美国要和核心伙伴关系 以及核心联盟重新接触 并注入新的活力 欧盟是美国的核心伙伴关系之一 彼此有着丰富的工作计划 其中之一就是 如何看待中国带来的挑战 布林肯指出 过去几年双方理念趋于一致 并采取相近的手段 应对中国挑战 比如成立了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周三 针对中国经济胁迫手段召开听证会 与会议人士强调 美国和中国的理念相近的合作伙伴 需要考虑一种新的集体韧性 战略来阻止中国的经济胁迫 而在此之前 美国需要恢复自身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信誉 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籍议员桑姆·科尔至此表示 中国一再使用经济胁迫 以制定对其有利的政策 或是对不喜欢的主权国家进行报复 这种做法与过去75年来 一直存在的国际贸易体系背道而驰 这不仅损害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而且破坏了自由和独立国家的主权 也威胁到关键供应链的稳定 COVID-19大流行期间 在美国墨西哥边境执行的第42条法案 将于星期四五夜到期 这项法案规定 让美国政府得以迅速把移民 驱逐回墨西哥或者他们的祖国 拜登行政当局推出了严格的庇护措施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说 这些措施将导致边境的多数移民被驱逐 一些边境事物人分析人士说 目前有大约15万人等待入境美国 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你们会被送回去 马约卡斯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的边境不是开放的 在边境 移民对接下来怎么办感到困惑 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的一位移民律师 普里希拉·奥尔塔近来每个星期都会越过边境 进入墨西哥和马塔·莫罗斯 向移民们解释他们将要面对的程序 美国众议员乔治托桑波斯被指控有13项罪行 包括洗钱、窃取公款、电信诈骗 和向国会作出虚假陈述等 自去年12月以来 代表长岛和皇后区的共和党众议员桑托斯 一直被简历和背景造假的丑闻所缠绕 当时时报和其他的媒体 揭露了他在关于自己的教育背景 和工作经历的陈述中 在诸多谎言 并发现他的竞选活动 在支出和筹集资金方式上 也有很多违规的行为 周三 联邦检察官对其发出了指控 并将其拘留 但桑托斯很快以50万美元的保释金 获得保释 他对所有指控的罪均不认罪 并称这是一场政治迫害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下次你在大西亚图地区订购披萨时 它可能会由无人机送达 Pagilisha Pizza在华盛顿西部设有25个分店 与位于旧金山南部的ZipLine合作 利用其送货上门服务 两家公司合作开发了一种新的定制披萨盒设计 允许每架无人机将两个13英寸的披萨和配菜 运送到最终目的地 十多年前 我们通过采取大胆措施减少碳足迹 来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包括购买绿色能源 在当地购买 以及开发强大的堆肥计划 Pagilisha的共同所有人 马特·格文说 在我们努力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 ZipLine的无人机将使我们能够 以可持续的方式扩大交付规模 排放量比汽车减少多达97% 周三晚上 一名59岁的男子 因与西雅图州为一系列犯罪活动有关而被捕 其中包括一起导致一人被送往医院的枪击事件 据西雅图警察局称 就在午夜之前 西雅图东北部温德米尔社区的一位房主拨打了911 并报告说 一位家庭成员在他们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名男子 SPD补充说 当他们打电话时 他们看到有人把他们的车开走了 并注意到家里也不见了一个钱包 据西雅图警察局称 房主告诉警官 一个小型跟踪设备连接到丢失钱包内的一组钥匙上 他们利用这些信息 向警方提供了被盗汽车的最新位置 SPD补充说 智能警方努力寻找这辆车时 5月刚过 东北140街 3000街区发生了一起陆怒事件 涉及一辆描述与被盗车辆相符的汽车 大约30分钟后 警方称他们受到一份报告 称一名男子在西北第三大道和西北第75街交界处的车内被枪击 SPD说 警察发现这名男子没有生命危险的枪伤和枪击造成的车辆损坏 他被送往医疗中心治疗 警方补充说 这名男子对枪手的描述与早些时候的入室盗窃案相符 预计西海岸北部的高压级将在周末和下周给西雅图带来80华氏度甚至90华氏度的高温 如果西雅图的气温在星期二之前达到90度或者以上 他将打破西雅图气温最早达到90度的日期记录 根据西雅图气象局的雅各部 德福利奇的说法 目前的记录是在2008年5月17号创下的 2021年6月 从加拿大到俄勒冈的太平洋西北部地区出现了一个热穹顶 气温比正常水平高30度 打破了之前的高点 伏特兰达到了116度 西雅图达到107度 湖列跌哥伦比亚省达到了121度 片尔斯县治安部门提醒 片子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克隆你的朋友或家人的声音 然后在电话中使用该声音诱骗你为虚假的紧急情况付款 如果你无法判断真伪 你可以联系现实中朋友来核实叙述的内容 如果联系不上 可以试着通过其他家人或者朋友进行核实 片局的另一个可能迹象是 来电者要求你汇款 发送加密货币或购买礼品卡 并向他们提供卡号和密码 任何发现片局的人都要求向联邦贸易委员会报告 周四凌晨5点39分 润顿警方接到921报警电话 称波音总装工厂有枪手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波音公司通知每个员工离开 武装警察和波音公司的保安一起巡查了波音园区 警察称没有找到证据表明波音园区发生了袭击事件 波音安全部门检查了他们的监控视频 没有发现任何枪击迹象 据报道 从日落大到北的一个公寓停车场 听到了多声枪响 该地区距离波音工厂约四分之二英里 这种声音可能惊动了波音公司的员工 5月20日 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利尔 将发起不日活动 鼓励公众参与社区项目 该体上是社长一个西雅图计划的一部分 包括清除涂鸦项目 清洁街道 捕草和装饰 在全市有110场活动和3000多个班次可供选择 这是我们向世界和我们自己证明 我们真正热爱这座城市的方法 哈利尔说 这项该项目是在市长 承诺振兴市中心之际推出的 自新冠大流行以来 市中心区的犯罪率不断上升 人流量低 企业倒闭 在大西雅图地区上个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与去年同比增长了6.9% 西雅图受高企的通货膨胀影响 恢复缓慢 根据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西雅图一月份的通货膨胀率 在全国排名第三 恢复速度仍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西雅图尤其是受到非常高的最低工资的影响 不主不得不不断提高他们提供的起薪 他们过去每个小时只支付了15美元 当他们不得不为工资支付超过20美元的时候 他们必须在某个地方提高价格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 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明天晴 最高气温华氏78度摄氏26度 最低气温华氏54度摄氏12度 网络后请继续收听下读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OVID-19的紧急状态在5月11日结束 我们终于能重返正常生活 真是太棒了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 虽然华盛顿州卫生部已经结束口罩令 但地方或部落的政府设施集体工者 或可选择要求仍然继续佩戴口罩 请致电1800-525-0127 并按锦字键了解详情 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McDonald's推出汉堡真人食品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有史以来最棒的Big Mac 开始吧 有请苏亨 他说 Special sauce比以往更多 每口都吃得到 他说 嗯 嗯 真的好吃得没话说了 现在通过McDonald's App 点购有史以来最棒的Big Mac 即可获得免费中号薯条 优惠仅限参与活动的McDonald's店家 每日现有效一次 美国亚裔和太平亚伦诸岛后裔的多元文化 历史和贡献 为McDonald's今天的成就出了一笔之力 这个月 我们表彰每个亚裔社区所做出的贡献 让我们同心协力打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5月11日 NBA季度赛第二轮 尼克斯以112分比103分 险生热火 尼克斯将大比分追至2比3 尼克斯方面 布伦森打满全场 砍下38分 9篮板 7助攻 巴利特26分 7篮板 兰德尔24分 5篮板 5助攻 热火方面 巴特勒19分 7篮板 9助攻 4抢断 2盖帽 阿德巴约18分 8篮板 邓肯17分 5月11日凌晨3点 欧冠半局赛第一回合 AC米兰在主场0比2 赋于国际米兰 第8分钟 恰尔汗奥鲁 左路脚球传中 哲科在中路强点破门 AC米兰 0比1 在第11分钟 科马迪尔在左路传中 老塔罗在中路故意遗漏 姆西塔梁带球杀入禁区 轻松推射入门 AC米兰 0比2 北京时间5月11日 NBA就赛第二轮 勇士112分 比106分 大胜胡人 勇士将大比分追至2比3 首截比赛 追闷率先发力连续得分 勇士打出17比5的梦幻开局 农眉随后率队不断追分 缩小分差 勇士领先胡人4分 结束第一节 第二节 詹姆斯命中3分 率领胡人完成反超 劫末勇士再度打出高潮 护理命中压哨3分 半场结束时 勇士领先胡人11分 第三节 勇士一度将分差 扩大到将近20分 胡人末节连续追分 再度将分差缩小到11分 末节 浓眉被鲁尼肘击到面部 受伤离场 胡人摆上绝命无想 库里连续得分 再度拉开分差 胡人投资认负 最终勇士以121分 大胜胡人 在赛后接受采访时 克尔这样说道 我们想要调动他们的球员 逼迫他们跑起来 我们相信他们也是这样想的 上一场比赛 他们允许库里参与到 所有的挡速之中 他们在试图让库里疲惫 而我们也试图消耗农煤和詹姆斯 系列赛是漫长的 所以这是一场消耗战 我们必须继续推快节奏 胡人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防守球队 我们必须多跑动来创造优势 我认为我们的球员在下半场 为比赛奠定了基调 飞梦疯狂推进 胡人也是 他们都在拼命地跑动 克尔接着说道 另一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今天下降221.82点 或0.66% 报售于33309.51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2.06点 或0.18% 报售于12328.51点 标普500指数下降7.02点 或0.17% 报售于4130.62点 COMEX黄金期货下降17.04美元 报售于每盎司2019.70美元 WTI运用期货报售于每桶71.51美元 布伦特原油报售于每桶75.56美元 比特币报售于26996.73美元 与者收稿 上涨指数下降9.6点 报3309.55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降18.41点 报19743.79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4.54点 报29126.72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100美元兑换694.87元人民币 中国消费者价格涨幅创下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反映出国内经济中的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会遏制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三年的严格防疫管控后在消费拉动下的复苏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四公布的数据 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增长0.1% 较3月份0.7%同比涨幅进一步放缓 西方的核电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期待已久的复兴 美国和欧洲有新的反应堆投入使用 且显示出很快将建造更多反应堆的新势头 该计划有一个巨大的漏洞 西方没有足够的核燃料 且缺乏迅速提高产量的能力 更令人不安的是 关键原料的最大来源是俄罗斯及其国有垄断企业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 国家原子能公司 而该公司牵手支持乌克兰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在周二的白宫会谈后仍各执己见 未能避免联邦政府陷入再次违约方面去的进展 但为之后举行的新论谈判制定了新的计划 众议院共和党人要求以大幅削减开支位条件 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 拜登和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则坚持认为 在六月份的最后期限即将到来之际 应该无条件地提高联邦借款的上限 并指诉共和党的立场不负责任 双方都没有提出一个可以赢得足够支持 来获得参众两院投票批准的可行性的推进方案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江振业和丁燃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新闻 雪涛 俊宏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和最新的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者再次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爱贝